欢迎收看九点热话题 我是韦佳琪 头条焦点先带您来关注政治焦点 侯友宜被正式提名为国民党2024的总统参选人之后 根据TVBS掌握的消息 他连续两天打电话给鸿海创办人郭台铭 却吃了个闭门根 甚至郭台铭一气之下 还把侯友宜、朱立伦跟黄建廷通通都封锁 争取国民党提名施令后 鸿海创办人郭台铭首度镜头前现身 带着老婆小孩要前往剧本 我是我对不起中华民国的国民 对不起台湾的人民 对不起对不起 努力不够 对不起 谢谢 谢谢 古董是感慨自己 没有能够出来帮忙中华民国 努力不够 努力不够 谢谢 谢谢 古董 朱主席 朱主席到底有没有说什么 是牛鬼食神 谢谢 谢谢 时间就挑在5月19号 也就是国民党520大事师前 等同学告团结戏码提前破局 问题才讲完 不知是不是真的太敏感 连麦架也hold不住 因为侯友宜被提名后 想和郭台铭修补关系 但是两天来却连吃闭门梗 根据TVBS掌握的消息 其实在被提名之后 侯友宜是几度的拨电话给郭台铭 但是都是被拒接的 根据TVBS掌握消息 在中常会后包含侯友宜 朱立伦 黄建廷 甚至是柯文哲都曾经想联系郭台铭 但郭台铭统拒接 隔一天也就是18号 侯友宜在上午连打了两通电话 郭台铭都没接 甚至把侯友宜 朱立伦 黄建廷 三个人统统拉黑 侯友宜不愿正面回应 是否有打电话给郭台铭 国民党中央则无回应 来影响营造大团结气势 但显然郭台铭暂时不愿配合演出 面对郭台铭不愿再多说什么 倒是现任的台湾首富富邦集团 董事长蔡明中隔空送暖 喊话郭台铭永远都会是自己的好朋友 前任拳台首富争取 总统梦碎现任拳台首富 要他别气 郭董永远都是我的好朋友 他对台湾当然是这份的心意 我想全国的人民感谢他 我想要打电话给郭董安慰他一下 不好意思 谢谢 与郭台铭永远的麻吉玛 同样曾纵横商场 连点荣誉董事长曹幸成 就算政治光谱差很大 也认为错不在他 对这些东西他没有研究不了解 很容易被别人误导 是这样子 你觉得是这样 你真的不觉得是他很蠢 他首富怎么会蠢呢 在商场成功他当然不蠢 是包是匾 听者自便 不过这里讲的误导 是否就如同 之前媒体人黄光琴的爆料 即称在16号征召前的二次会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曾当面对郭台铭说 你民调拉不起来的原因 就是到中南部 见了太多牛鬼蛇神 这指的是不是陈表态挺郭的议长们 不知是真是假 这口气先吞下 但一次被影射牛鬼蛇神 曾表态挺郭的张花线议长 谢典黎就在脸书写下 自己鼠羊 郭台铭董事长展现非凡的气度 而中南部的议长们 更是国民党长期并肩作战的伙伴 恐怕这些造谣者 才是他们口中所谓的牛鬼蛇神 就算台面上没撕破脸 倒料却是一篇接着一篇 TV变圈 追同学会 台北部导 现在随着郭台铭的出局 很多郭台铭的支持者都表达不满 媒体人黄阳明就说了 这些郭粉可不都是蓝军 所以侯友宜如果想要拿下总统宝座 这群郭粉恐怕得先整合才行 怎么说的呢 请教资深记者邱婉柔 侯郭之争现在确定了 就是由侯友宜出现 来代表国民党选总统 但是这郭台铭的票 能否顺利转移到侯友宜身上呢 媒体人黄阳明就分析 其实是不太可能的 因为郭粉组成的可以说是 中间偏科选民 本来就不是那么打算 要来挺后 是支持侯友宜的 这也是国民党 现在最大的困境 侯友宜该怎么整合呢 也是成为了最大关键 另外再加上 现在这整个三角度的民调对比 多份民调都显示出 郭台铭的支持度 是比侯友宜还要高的 最后呢 就是这个郭台铭呢 现在也觉得 他被朱立伦骗了 很多的情绪呢 是无法宣泄的 而国民党要赢呢 他也认为说 未来的四个月 是一个很大的观察重点 就是柯文哲呢 能否变成第二名 而侯友宜呢 能否变成第一 如果最后侯友宜的民调呢 还是无法朝延赖清的 甚至是赢过柯文哲 十个百分点的话 这个蓝白合作是有困难 是根本不可能 另外他也认为说呢 国民党其实在打政治策略的时候呢 是比民众党还要差的 像这个BNT案呢 柯文哲是马上申援了郭台铭 所以看得出来呢 这个民众党在近期的政治策略上面 是比较精准 也比较正确的 而现在2024的总统 蓝绿白萨卡都正式成型 根据TVBS最新的民调显示 侯友宜30%的支持度拿下第一 领先赖清德三个百分点 而柯文哲的支持度也有23% 不过还是有两成的民众没有表态 侯友宜在镜头前玩自拍 但看了照片不满意再来一张 现在要参选总统形象不马虎 随着2024撒卡都正式成型 TVBS最新总统民调曝光 侯友宜以30%的支持度逆转胜 打败赖清德的27% 但两人仅差距三个百分点 还有两成的民众没有表态 交叉分析发现20到39岁年轻选民 柯文哲占优势 侯友宜则是支持度最低 但在60岁以上侯友宜为辅领先 所有的生要都可以尊重 最重要我们要做好自己 能够得到人民的信任 身为新美市大家长 侯友宜在北台湾从北北基到陶竹苗 都是领先拿下第一 不过在云嘉南高平棚 则是民进党的赖清德占优势 中南部反侯态势 侯友宜也在征召后 打电话给蓝营13县市首长 包括挺郭派的花莲县长徐真卫 徐真卫也表示会支持党中央提名的人选 而在云林日前前县长张荣卫 前理委张家俊都表态力挺郭台铭 张荣卫还居间牵线促成郭涵慧 张家班支持态度明朗 而侯友宜被征召当天 南投县议长不满还退党 侯友宜讲话讲到烧虾 还是一一致电争取支持 我们就是也对他表示这个支持 他也请我特别向议长再打个招呼 那将来如果来到南投 所以会再次的这个来拜会议长 既然已经尘埃落定 像这个呢我们不要备份化 也不要见风插阵 修补蓝军关系侯友宜下足功夫 TVB的新闻董经营萱 台北查报报道 而现在萨卡都的局面 身为第三大党的民众党 在党主席柯文哲的带领之下 有没有机会能够拿下200万票 现在产业界都看好 也让蓝绿都很头痛 再交给婉柔带我们来了解 民进党虽然早早确定了 由赖清德来代表民进党选总统 不过在对手还没有正式出炉前 也是让民进党很紧张 尤其这个侯郭相侦呢 民进党可以说是紧盯两个人的气势 所以他们一度呢是把侯友宜 视为唯一的杂赏地 但是郭台铭呢 最近机场的大造势中 这个气势也是非常的惊人 也让他们想说会不会有可能 最后是征召郭台铭呢 但他们事后又觉得说呢 其实郭台铭呢 因为没有国民党籍的身份 如果征召的话呢 这正当性当然是会不足的 那现在呢 国民党拍板确定了 就是由侯友宜出现 那么国民党侯友宜 民进党赖青的民众党是柯文哲 柯文哲现在也可以说 是让蓝绿非常头痛的对象 尤其现在企业界预估说呢 柯文哲呢 可能会拿到200万票的总统选票 那民进党评估说呢 虽然朱立伦喊说 要整合菲律大联盟 根本是微乎其微的 那这样子柯文哲 来选三角度的态势之下的话 这个差距可能会很少 这柯文哲将是蓝绿 非常头痛的对手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将在520召开 参选总统宣誓记者会 他下午呢 在办公室准备讲稿 也公开了他个人的主视觉KP 那么副手会不会是郭台铭呢 这个总干事黄珊珊就说 天下很大 谁都有可能 边念边画线记下重点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埋手苦读的 就是520宣誓选总统的讲稿 除了号召支持者共襄申举 当天党公职 包括新竹市长高鸿安都会出席 柯文哲不是来消灭蓝绿 而是让大家都能够 在一个共融社会里面 一起为台湾找出新的出路 宣誓我们台湾民众党 会在接下来的这段时间 怎么样来达到 我们团结台湾的这个目标 首度以柯文哲竞选总干事亮相 黄珊珊似乎也宣告 不会柯珊珊 但也不放弃寻求鸿海创办人 郭台铭合作机会 副手我们已经讲了 我们也会向天下真才 那我现在的任务就是 做好总干事的工作 向天下真才的部队 有包括郭台铭 天下就很大嘛 所以谁都有可能 副手搭档还在寻觅中 倒是柯文哲个人主事决先曝光 KP就代表Keep Promise Keep Promise是 说到做到 台湾的真实人物里面 很少数有人可以说到的事情 几乎都做不到 我觉得这是柯文哲的特色 还有竞选小物 印上KP的一白一灰T恤 柯文哲早就穿上身 抢先在下周亮相前先公布 因为网路上已经出现山寨版 同样印上KP 黑白灰蓝通通有一件不到400元 还好新著名这不是正版 但这网页已经下架 买一些仿冒的可能会也帮不到柯文哲 在下个礼拜我们开网 开通以后你就可以上网捐款 捐款之后就可以实质的帮助到柯文哲 竞选官网 政治现金专户都将录取公布 柯文哲的总舵手底定 心目中的最佳副手还在出缺中 那么代表民进党出战2024的赖清德 想要延续执政 除了得看选民买不买单 蔡政府这七年多来留下的执政成绩单 还得改善民众不满的地方 让选民再相信他一次 有哪些部分要特别注意的呢 再交给宛柔 明天就是520了 也是总统蔡英文就职满七周年的日子 但这七年来执政表现好吗 战野党当然说总统是不及格的 像我们就认为说 这政府在防疫表现上面是很差的 另外就是这个经济产业房价 是非常高当然也不OK 还有去年发现说 很多政治人物的论文是涉及抄截 这操守当然不及格 还有这黑金治安惹民怨 所以看下来 整个内政问题是最卑微国人诟病的 现在赖清德想延续 民进党执政有可能吗 他要怎么解决蔡政府的资产 还有解决他的执政包袱呢 民进党内的人士自己也分析了 过去打的抗中保台牌 在这一次的大选是没有用的 解决内政经济问题才是首要任务 那政党轮替有希望吗 国民党现在就喊出 他们有非常深厚的执政经验 而民众党则认为说台北市长 柯文哲已经当了八年的市长 所以也可以把台北市政的经验 复制在国家大政上面 还想知道更多的新闻内容吗 赶快拿起手机扫描旁边的QR Code 加入TVBS新闻APP 更多的及时信息带你一手掌握 再次欢迎特拉斯下议员来访 在民主自由的道路上 台湾和英国并肩同行 在打出外交牌 总统蔡英文520就职7周年前戏 接见前英国首相特拉斯 要展现国际力挺 内政成绩 再也一致打上不及格 国民党立委张启臣 针对蔡总统的青年政策调查 其中青年低薪不满意 6成7 青年事业有6成8不满意 居住正义更高达7成1不满 蔡总统首任就职演说 曾说要为年轻人打造更好的国家 7年下来只获得3.72的低分 国民党抨击蔡总统施政成绩差 副总统赖清德也难脱关系 日前赖清德说房价正在掉 跟内政部长林又昌的年轻人 买不起房是因为没规划 也成为在野阵营炮轰焦点 民众党跟时代力量分别列出 蔡政府缺失 从口罩快筛鸡蛋等一整列的国家队 却是人民疯抢物资的讽刺 打炸反让台湾成为诈骗之导 更别说一堆新设的办公室 蔡总统引引围傲的国家队 和各种宣传数字 蓝白黄总结一句 冲启量是口号治国的大内宣 民进党立委郭震亮之前 他是当过立委 不过他今天宣布了要退出民进党 他质疑曾经多次遭到检举 北市党部却首次受理 而且开出了开除党籍的决议 郭震亮认为 这民进党已经违背 言论自由的中心思想 因此抢在开闸前先喊退党 不满发表言论 却被检举破坏党预 而且北市党部还受理 不等结果出来 民进党立委郭震亮172字声明 抢先宣布退党 党中开闸前退党 同志也没打算挽留 虽然郭震亮坚持君子绝交 不出恶言 但党内似乎没打算跟进 国阵亮为了赚取通告费 跟中共沆瀣一气 用不实言论错假讯息 来破坏国家团结 令人无法与其同道同盟 面对国内外很多的一些 认知作战的同时的时候 也希望大家能够思考 就是谨慎的善用这样的言论自由 来确保台湾的民主自由 赖瑞龙你要小心被政府认知作战 你要做推论 要做质疑 你是不是会都把他理解为抹黑 执疑标榜言论自由的民进党 江城一言堂 同样勇于表达不同意见的 还有被点名的立委高嘉瑜何志伟 以及台北市议员王世坚 加上吴子嘉与郭震亮 这被戏称为监委吴郭瑜的组合 已经少了两人 下一步是不是就是九个一大选 批评行政院不手软的监委鱼呢 我已经被枪毙好多次了 网罗这一些文字欲 我觉得对党是伤害的 曾经的立院前同事来送暖 近三十年党龄终于还是要分手 点滴在心头的恐怕不止 人情冷暖 还有曾经的共同价值也跟着远洋 大陆宣布即日起 恢复台湾旅行团到大陆旅游 连鸡家酒的业务也开放了 等于欢迎台湾人到大陆自由行 对此台湾旅游业乐观其成 但除了出境之外 更希望入境也能够开放 大陆向台湾团客招手 国台办说恢复旅行社经营 就连文旅部也宣布开放机家酒业务 等于欢迎台湾民众到大陆自由行 对此不少台湾旅游业者 都说乐观其成 但目前观光局还不会解除禁团令 陆委会也曾呛重新恢复观光旅游 需要配合透过机制协商 而非经由放话 观光局说希望这个月双方就能坐下来谈 但业者已经摩拳擦掌 雄师正着手规划热门产品 但两岸直航十一航点 航班量才恢复百分之二十三 初期以北京上海为主 三副架设完成大陆线商品 将陆续上架以准备七成以上 会深度规划新疆内蒙等地 而易飞网则说等解除禁令后推行程 以直航城市优先包装 转机航点次之 过去疫情前大陆旅游和商务 曾有高达五十三航点 每周超过八百航班 业者预估未来开放观光 会涌现台胞镇办礼潮 买期望渴望达到八成 不过观光客到大陆 想用支付宝 微信支付等 会遇到得开通当地手机号码 和银行账号难题 目前能透过开户榜行动支付 或用国际信用卡 除值电子钱包两种方法解决 大陆单方面张开双臂 但台湾业者更期待陆客能来台 旅行工会也附陆交流 希望在两岸航点陆续付费后 争取开放陆客自由行 TVBS新闻连来后就会逃不到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